2020年7月9日凌晨,重庆市良平区百家镇的一栋农村老房子里,一个中年女人静静地抱着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双眼紧闭,已经没有了呼吸,俨然已经是一具尸体。 这个叫做刘某慧的女人,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就在十分钟之前,她才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然而,她的心里却没有丝毫地后悔或者愧疚的情绪,相反的是,杀害丈夫后她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解脱。 你不能怪我,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我的女儿。 刘某慧用手轻轻地把丈夫眼睛合上,喃喃自语道。 随后,她没有计划逃跑,而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投案自首。 刘某慧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自己的丈夫呢? 她口中的保护女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75年,刘某慧出生在重庆市良平区百家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她不是家中唯一的小孩,自然也不会得到父母全部的爱。 在那个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刘某慧的父母几乎是拼尽全力才把整个家庭支撑起来。 由于刘某慧的家庭定不富裕,她又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女孩,所以刘某慧并没有得到珍贵的读书的机会。 刘某慧只是掠实的几个字,便从学堂走下了田间地头,成为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劳动力之一。 刘某慧为人勤快又肯干活,帮着父母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认识她的村民都夸赞她是个贤惠的女人。 到了她21岁那年,前来提亲的人几乎要把刘某慧家的门槛都踏破了。 在众多的提亲者中,刘某慧挑中了跟自己同村的龙能。 龙能为人老实,干活踏实,和刘某慧的性格不谋而合。 1996年,在父母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刘某慧和龙能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中。 刚结婚的时候,刘某慧和龙能相处融洽,两人共同经营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 小日子过得虽不算滋润,但也能够保证衣食无忧。 但随着两个子女的降生,刘某慧和龙能明显地感觉到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 孩子渐渐长大,学习,生活,各方各面都要花钱。 这一笔支出显然不是他们靠着种地就能填补上的。 为了能够给妻子儿女更好的生活,龙能二话不说,背起行囊便离开家乡,距遥远的上海闯荡。 上海繁华四季,像龙能这样空有一身力气,却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的农民工,也能够找到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 那段时间,靠着龙能在外打工挣钱,刘某慧一家人的生活确实过得不错。 但是好景不长,2012年,龙能突然遭遇了一场重大车祸,他被送到医院后,不久便不治身亡,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刘某慧强忍悲痛,打理好他的后事后才发现,龙能留给自己的是一个怎样也收拾不完的烂摊子。 那时,刘某慧和龙能的两个孩子还小,龙能一去世,抚养他们长大的担子,走落到了刘某慧一个人的身上。 再加上龙能的父母年老体弱,刘某慧也不忍心丢下他们。 就这样,刘某慧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那段时间,刘某慧几乎每天夜里都在被子中悄悄地哭泣, 但白天她又会坚强起来,把家中的里里外外都掌握好。 她内心苦楚,但从来不会告诉儿子女儿和公共婆婆, 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她会跟妖嫂、牧连倾诉。 哎,你还年轻,要不再找一个吧,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 得知刘某慧的难处后,牧连语重心长地劝说道, 刘某慧觉得牧连说得有道理,于是没过多久, 她就在牧连的撮合下和同村的另一个男子,蒋某慧,在一起了。 蒋某慧的家境算不上殷实,但是她正当壮年,能够出去干活, 多少能够帮衬一下刘某慧。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美好的童话, 蒋某慧和刘某慧两个人算不上多喜欢对方, 顶多就是凑在一起过日子。 两个人领证之后,刘某慧原本以为, 她会和蒋某慧一直和平地相处下去, 就如同以前她跟龙能一样幸福甜蜜。 但闪电结婚的背后,往往就意味着夫妻双方并没有深入地了解对方, 刘某慧也不例外,她根本就不了解蒋某慧的真实性格, 就匆匆地跟她结了婚。 在结婚账上被盖上印章的那一刻, 这个家庭的悲剧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蒋某慧身高1.6米,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谁也没有想到, 她看似老实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暴虐的性格。 刘某慧和蒋某慧结婚后, 蒋某慧确实如她所希望的那样到外边挣钱养家, 养化她身后的一大家子人。 然而没过多久, 蒋某慧就开始看刘某慧以前的公公婆婆不顺眼了。 龙能去世以后, 由于她的父母没人照顾, 刘某慧就成为了她们的半个女儿, 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她们。 在和蒋某慧结婚之前, 刘某慧也会把自己的情况讲得清清楚楚, 她说自己一定会对龙能的父母负责。 蒋某慧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在结婚前, 她也答应刘某慧要照顾龙能的父母。 可结婚以后, 蒋某慧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 她不仅经常对龙能的父母拳脚相加, 嘴巴里也是不干不净, 动辄就让他们滚出去。 刘某慧想上前劝她, 也被她打倒在地, 动看不得。 另外, 刘某慧和龙能生下的一对儿女, 也经常遭到蒋某慧的暴力对待。 在这个重组的家庭中, 蒋某慧就如同高高在上的主人一样, 支配着全家所有人的生活。 一旦她有不称心的地方, 就会发泄到其他人的身上。 暴力和争吵在这个家庭里几乎无处不在。 刘某慧也尝试过反抗, 但现实又让她不得不忍气吞胜。 毕竟, 她的年纪也确实不小了, 即便是在二婚市场, 她的情况也算得上没有优势了。 如果离开了蒋某爷, 她又该何去何从呢? 再加上, 刘某慧本身是一个讲究家丑不能外扬的人, 比起忍受蒋某英的暴力, 她更害怕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被指指点点。 刘某慧不知道的是, 她的忍让和纵容会让蒋某英越来越不知收敛, 她的魔爪也越深越远。 刘某慧和龙能所生下的女儿, 名叫龙弄小。 龙能去世的时候, 龙弄小还是一个在读幼儿园的小女孩。 小孩对于生老病死没有具象的概念, 她只知道爸爸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在龙能去世大约三个月后, 刘某慧就带着龙弄小以及一大家子人 搬进了蒋某英的家里。 在蒋某英少下讨生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只要蒋某英一度顺心, 龙弄小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毫不留情。 在无数个日夜里, 龙弄小都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读书, 带着母亲安离这个恶魔的身边。 然而, 龙弄小没想到的是, 蒋某英的可怕远不止如此。 2019年8月, 正是秋收时节, 刘某慧独自一人睡在外边照看骨子。 夜色神尘, 龙弄小的爷爷奶奶都睡着了。 蒋某英在屋里, 想到刚上六年级的龙弄小, 一个邪恶的想法突然涌上心头。 他穿着内裤去喊龙弄小过来, 等龙弄小慢慢接近的时候, 他便露出了獠牙, 企图侵犯龙弄小。 还好龙弄小一直在拼命抵抗, 同时用手脚锤打着蒋某英, 这才没有让他的兽形得逞。 但在缠斗之中, 龙弄小的裤子被蒋某英撕破, 他也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等刘某英回来的时候, 龙弄小依旧沉浸在深深的恐惧之中。 刘某英很快便知道了这件事, 他愤怒地打了蒋某英一巴掌, 蒋某英也是不甘示弱, 开始还手, 两个人很快便纠缠在了一起。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孩子的安危是最重要的事, 这件事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母亲的生死。 古语有云,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一向在蒋某英的暴力下忍气吞声的刘某惠 在这一刻完全没想到过要退缩。 蒋某英也被刘某惠的疯狂吓到了, 她第一次在刘某惠面前服软, 并且狠狠地扇了自己两巴掌, 保证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顾忌到自己和蒋某英生下的女儿才五岁, 刘某惠被蒋某英留下的鳄鱼眼泪所欺骗, 她相信了蒋某英的话又给了她一次机会。 在这之后, 刘某惠一直紧紧地盯着蒋某英, 从来不让她和女儿单独待在一起。 在刘某惠的严防死守下, 蒋某英居然还能找到机会。 2020年7月8日夜晚, 蒋某英一家所居住的房子里静溺无声, 龙梦小的爷爷奶奶早已入睡, 而蒋某英则外出打牌还没有回来。 大约11点钟左右, 龙梦小准备入睡, 她走出卧室想泡个脚, 再上床睡觉。 不巧的是, 她才刚下楼就遇见了从外边回来的蒋某英。 龙梦小的心中一阵发毛, 转身就往楼上走去。 莫想, 过来, 活有好东西给你。 蒋某英叫住了龙梦小, 从怀中掏出了一叠钞票, 不由分说就塞跌了她。 这些钱是蒋某英得到的拆迁补偿款, 她坏笑着看着龙梦小。 这些钱偷给你保管, 只要你做我的小老婆, 吃好还有好处。 龙梦小听见之后吓坏了, 她顾不上拿钱, 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蒋某英很想扑上去, 却被龙梦小巧妙地挡住了。 肩占不到便宜, 龙梦英气急功心, 她以长辈的威严勒令龙梦小跪在木板上。 等到刘某英从外边回来的时候, 见到的就是只穿着上衣和内裤的丈夫, 以及跪在一边, 膝盖已经微微发红的女儿。 刘某英赶紧让女儿起来, 可蒋某英却突然兽心大发, 又要侵犯龙梦小。 龙梦小大声地说, 我是你女儿。 刘某英扑上去, 制止了蒋某英的兽心。 蒋某英则指着龙梦小说, 明天回要在公路上睡孽。 刘某惠死死地按住蒋某英, 让女儿先离开。 蒋某英也许是累了, 不再打骂刘某惠, 反而在沙发上睡了起来。 此时, 刘某惠的内心是天人交战, 丈夫的狠利和残暴, 让她刚刚脱口而出的那句话, 有了八成的可信度。 刘某惠害怕蒋某英真的会说到做到, 为了永绝后患, 刘某惠找到了家中的铁锤, 猛然间挥向了熟睡中的蒋某英, 直到她失去了呼吸才停止了动作。 杀了蒋某英后, 刘某惠待坐在家中, 她庆幸自己为女儿排除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但她又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刘某惠想过自杀, 锤子已经高高举起, 旧常落下的动作, 她就能够得到解脱。 可她还有三个孩子, 孩子们这么小, 失去双亲后, 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想到这儿, 刘某惠改变了主意, 她通知了妖嫂木莲, 让木莲报了警, 自己则在家中静静地等待警方的到来。 木莲听说刘某惠杀死了蒋某英后, 大惊失色, 她没有想到, 自己给刘某惠介绍的对象, 竟会让她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 然而, 悲剧已经酿成, 如今刘某惠唯一的希望, 就是法院能够念在她保护女儿的份上, 给她一个较轻的量刑。 2020年10月3日, 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受理此案, 重庆市第二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 根据刘某惠的供述, 她杀死蒋某英的时候, 蒋某英对容弄小的威胁已经解除, 所以她根本不是正当防卫, 而是故意杀人。 但由于蒋某英本身具有重大过错, 加上刘某惠有明显的自首和悔过表现, 所以法院会酌情考虑轻判刘某惠。 案件审理结束后, 法院一审判决, 刘某惠或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这个结果对于刘某惠来说,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她并没有提起上诉, 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2022年1月, 刘某惠被取保候审。 如今, 她已经彻底走出了蒋某英带给她的阴影之重。 对于刘某惠来说, 这一生的两段婚姻, 第一段虽然充斥着不幸, 但大体来说还是甜蜜的, 第二段则彻底让她堕入了深渊之中。 历尽磨难的刘某惠对于未来最大的期望, 就是能够顺利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 祝愿这个经历风雨的家庭, 从此以后能够过上平淡的生活。 第二个案件, 消失的伤者。 2002年, 北京一对农民夫妻, 为了赚钱, 买了一辆农用四轮车做拉砖的生意。 为了多赚点钱, 他们舍不得休息。 在拉了三千块之后, 不顾四轮车制动损坏的情况, 又回去拉了三千块。 就在砖往回拉的路上, 一个年轻女子横穿马路, 驾驶着四轮车的丈夫紧急刹车, 但为时已晚。 女子被当场碾压了过去, 导致大腿严重受伤, 血流不止, 昏迷倒地。 夫妻二人健壮, 第一想法是赶快将受伤女子送到医院。 可是他们在马路上根本拦不到车, 于是就只能用自己拉砖的四轮车 将女子送往了医院。 等到了医院门口, 两个人去反悔了, 认为自己本身就没有钱, 如果把受伤的女子送到医院, 肯定会花不少钱。 于是, 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他们将受伤的女子私下给埋了, 最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走上了不归之路。 徐广强和刘振花是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对农民福气, 二人都离过婚, 之后又走到了一起, 搭伙过日子。 他们并没有领结婚证, 就这样一起共同生活了好多年。 二人都不是懒人, 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致富, 然后过上好日子。 因此, 在2000年初, 他们省吃俭用, 又借了一些钱, 买了一辆农用私轮车。 在农闲时, 他们想用这辆车跑运输挣点钱, 来补贴家用。 他们跑运输的路线, 就在家门口附近, 因此就没有去上牌照。 为了多挣点钱, 自己不舍得休息, 车也不舍得休息, 能尽量多跑, 就多跑几趟。 在这种超负荷的工作下, 车辆的磨损是非常大的。 因此, 这辆车的制动系统 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可是在明直车的制动 有问题的情况下, 二人为了省钱, 却一直没有去修理, 而是一直凑合着开, 想着能多赚点, 就多赚点钱。 可就是因为 为了省下这点钱, 最终闯下了大祸。 那是2002年3月10日上午, 二人在连装代谢 已经搬运了 3000罐红砖的情况下, 不顾已经累得 惊蹄力尽的身体。 为了多赚点钱, 当天下午, 他们又拉了一趟, 仍然是3000块红砖。 下午5点20分左右, 徐振强和刘振花 驾驶超载地 装满了3000块 红砖的农用车, 行驶至房山区 金宝路 纸方市场 被30米处使,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29岁的青年妇女 张珍横穿马路, 徐广强慌乱中 踩了刹车, 但为时已晚, 刹车失灵的四轮车 急速撞向了张珍。 张珍被撞倒后, 承载着3000块红砖的汽车 从张珍的身上碾压了过去。 徐广强当时感觉咯噔一下, 然后车子便滑出去三四迷远。 四轮车被紧急停住之后, 徐广强赶紧靠边停车, 和刘振华同时下了车。 他们看到张珍的左大腿被撵破, 血已经流了出来, 此时的张珍已经昏迷过去了。 此刻他们的第一念头 就是赶紧拦车 把这位受伤的年轻妇女 送到医院去。 可他们拼命地招手拦车, 却没有任何一辆车 停下来帮助他们。 见到受伤的年轻妇女 血流不止, 生命垂危, 为了及时抢救伤者, 徐广强顾不得保护现场, 把张珍抬上自己的农用四轮车 往梁乡医院开去。 事情发展到现在 也只不过是一件普通的车祸, 但偏偏就是新村侥幸的 一念之差, 让这场车祸本质变了。 就在他们已将车 开到医院门口时, 两个人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掉头走开了。 原因是, 救治伤者必然所需一大笔费用, 这可能使徐广强他们 并不富裕的家庭 负债累累。 然而, 就是这个朴素而又糊涂的 念头, 是只有29岁的张珍 与生的希望擦肩而过, 也使徐广强和刘振花 掉头迈向了深渊。 在医院门口, 徐广强和刘振花 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徐广强认为 猎女的伤得不轻, 估计是治不好了, 而且还要花很多钱, 如果给她治病, 一定会把家给败了。 听到丈夫这么说, 妻子刘振花一下子就没了主意, 要花那么多钱, 可是家里根本就没钱, 这可怎么办呀? 可是此时的妻子刘振花 还是坚持救治, 他说去401医院找亲戚借点钱, 也一定要先给人家治病。 徐广强同意了, 他们掉头往401医院方向开去, 车开到沿村路口时, 又坏了, 等他们修好车, 又耽误了一会儿。 刚开始的时候, 受伤的张真还在深意, 可慢慢地, 张真昏死了过去, 等徐广强他们修好车 再看的时候, 张真已经一动不动了。 此时看到这种情况, 徐广强对刘振花说, 嘿, 一看, 人都这样了, 咱, 要不, 就不给他治了吧, 死, 不如把这女的埋了多了, 死不死的, 咱就不管了吧, 要不然, 还得花心给他看病, 还得赔他钱。 刘振花是个没有主见的女人, 只是问了一句, 这样行吗, 咱不能不管人家死活吧, 毕竟是咱们撞的。 徐广强这时候, 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这个侄子。 一来想让他给他们壮壮胆, 二来也想让杨志刚给他们出出主意。 在二人拉着伤者于晚上十八时找到杨志刚市, 杨志刚的第一反应是报案, 他却徐广强赶紧通知交警队或者公安局。 但当徐广强和刘振花提议要把人埋掉后, 杨志刚却没再坚持报案的事了。 他先是上车看了看因失血过多以深度昏迷的伤者张珍, 然后提议将张珍掩埋于河北固安、 卓州与北京房山区交界的所谓三不管地带的大清河西岸沙地内。 几乎就在徐广强、刘振花在医院门口掉头的同时, 伤者张珍的丈夫赶到了现场。 他在肇事路面上见到了一滩血迹和妻子的一双皮鞋。 其实,案发的当时就有多人目睹、围观, 记下了徐广强、刘振花的特征和肇事车辆的型号。 这二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伤者拉走的。 周围目击车祸的群众告诉他, 他的妻子被拉走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于是他立即赶到附近的医院去寻找, 他当然没有找到。 他跑遍了本区所有医院去寻找, 可依然没有找到。 此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肇事者逃跑了, 因为这很明显。 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 人被撞伤了,那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拨打120让救护车拉走, 要么就是撞人者自行将人送到医院。 但是现在所有的医院自己都跑遍了, 还是不见人,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就是肇事者怕承担责任, 跑掉了。 摆在他面前的有个疑问, 如果肇事者跑了, 他受伤的妻子又被肇事者带到哪里去了呢? 张真的丈夫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担心, 于是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房山分局梁乡支队接到报案后, 迅速赶赴现场, 对肇事现场进行了勘查, 随后又想案发时周围的目击证人, 调查了解肇事司机和车辆的特征。 其实这个案件非常简单, 目击证人实在是太多了。 因此, 警方在第二天便开始在全区各乡、 镇、村对可疑的农用车辆进行排查。 而就在交通部门在肇事现场勘查, 在全区各医院寻找被害人时, 徐广强他们正在大清河西岸沙地内, 上演着杀人灭口以及逃避罪责的丑刑。 很快, 公安机关经过周密侦查, 确认了肇事车辆为房山区沿村镇大十三里村的农民徐广强所有。 竟当时现场两名目击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照片进行辨认, 确认徐广强就是肇事司机。 但是警方发现, 徐广强和刘振花并不在家。 通过周边走访, 群众们也都不知道这二人去了哪里。 原来, 三个人在埋了张针之后, 得知公安机关正逐村查找肇事农用车辆。 由于害怕, 自知罪责难逃的他们便决定躲出去。 最终, 在刘振花的提议下, 三人一同潜逃至内蒙古习林浩特市 大黑山采市场, 隐姓埋名靠打工为生, 想以此逃避法律的追究。 其实, 三个人畏罪潜逃至内蒙古自治区 习林浩特大黑山采市场后, 一天的安生日子都没有过。 他们三个人一说这件事就紧张得要命, 而且还非常地沮丧。 他们后悔不该把人撞伤以后不送医院, 还把人给埋了。 可是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 2002年4月12日, 在案发后的一个月零两天的时间, 三个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2002年10月11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被告人徐广强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刘振花、 杨志刚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实, 这三个人最可恨的还不是撞人不救, 而是直接将活人给埋了。 因为根据后来的法医鉴定, 认为被害人当时及其后的数小时内 并未死亡。 被害人的尸体被找到后, 很快对尸体进行了法医检验。 最终,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学检验报告鉴定结论 和北京积水潭医院外科专家会诊的意见是, 死者主要创伤为左股骨干及左持股骨折, 双宽骨翼骨折, 无颅脑、脊柱、胸、腹、盆腔脏损伤, 无主要动静脉损伤。 骨骨干骨折, 骨盆骨折的致死原因主要是大量出血, 造成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表示单纯地核性骨干骨折, 出血量大约为800至1000毫升, 一般不至于危及生命。 但骨盆骨折如果严重则大量出血, 有较高的死亡率。 从解剖结果来看, 死者骨盆骨折不甚严重。 多发骨折常见的致死原因是脂肪拴腮, 但多余伤后的24小时后发生。 说白了, 总体的意思就是, 像张震当时的情况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死亡的。 这就等于说, 三名犯罪嫌疑人等于是把活人给埋了。 在庭审时, 曾为自己犯下的大错深深地忏悔。 我犯法了, 对不起被害人, 或认罪服法。 我对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深深的愧疚。 如果法律能给我从亲的机会, 我服刑出来后, 愿意给被害人亲属做农做马, 赔偿经济损失。 可这一切都晚了, 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的。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交通案件, 却因为犯罪嫌疑人想省点钱, 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 案件虽然简单, 但却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 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发生交通事故后, 千万要勇于承担责任, 保护现场, 救助伤者及时报案。 如果肇事投意, 那只能是罪上加罪。